来因热情造势再来看到绿营部分 蔡英文也成立大台中竞选总部 副手苏家全也到场全力催票 蔡苏两个人不约而同 要台中乡亲们力挺 诉求决战中台湾 支支民众用力往前挤 蔡英文和苏家全出席大台中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光是进场就耗了超过10分钟 蔡英文演讲还没有开始 刚刚热情民众的小额捐款 就在讲台上乱飞 蔡英文赶紧放弃小猪铺满 还不忘跟民众开个小玩笑 回到阳光普照的大台中 热情的支持者不吝息给蔡英文最温暖的支持 让蔡英文信心满满 誓言明年要让台中成为决胜2012的关键 这次的台中是要领先台湾全台各地 我们要在这里开始翻盘 一路翻到台北 这样好不好 好 副手苏家全和台中的感情更是比谁都还深 抛出具体证件 要支持者给民进党机会 让大台中变得更好 以台一线西部纵组的造势之后 明后两天 蔡英文将展开围棋两天的花东台九县下乡行 全力抢攻蓝营票仓东台湾 澳雅卫视周经卫彭志华 在台中的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